圓夢計劃大成功 Yeah 我對餐寧科比較有興趣 原本可以選修餐寧科的我有去選 但是它上面寫說只限餐寧科就很失望了 然後剛好關在中心有圓夢計劃這個活動 所以我就參加這個活動 原本以為說做餅乾很難 結果老師教的課程簡單然後又詳細 老師有說過說那樣東西可以做出來 然後讓我們覺得很快樂就好了 很滿意這個活動 讓我可以圓一下我能實作餅乾或是蛋糕的計劃 就滿感動的 我本來也想要在蛋糕上面做一個學習 然後透過這個活動 除了學習之外 我們還有在接觸一些學生 跟我們一起同樣在這個活動當中 一起親自操作 一起來練習 一起來做蛋糕 很多人都會有第一次做蛋糕的經驗 然後很有樂趣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原本不同的科系 不同的學生一起進行這樣子一個實際的操練 從各樣的材料當中把它變成一個蛋糕 然後呈現在我們的文山學生的這樣子的面前 然後從這個活動裡面 我們有很多就是需要有責任感 然後要有合作 大家互相合作 然後彼此有一個很好的默契 那透過意脈 我覺得在這個意脈當中 也有很大的意義 可以幫助我們想要幫助的對象 從在進了正修校園以來 然後接觸了輔導師 我覺得對輔導師還有關愛中心的一些規劃 活動 還有課程等等的 都非常的感謝 因為我覺得很多的溫暖 就是常常會覺得很感動 會覺得說學校很在乎 也很在乎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團體 就是說會給我們很多的照顧 我覺得從這兩年當中體會很多 很多的感謝 那你們在裝飾的過程當中 等一下 可以在中間叫另外一位角度 你的身體 謝謝阿依依的錢爸 謝謝阿依依的錢爸 抱歉 謝謝爸爸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